大家好我是艾伦 还能继续学习HBase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到了HBase 如何通过API来创建表 那么既然有新生 肯定就有修改和删除 那么修改 我们不讲 大家也非常简单 我们讲个删除操作 表现错了 或者表我不需要了 我如何去删除 那么API也提供了效应的方法 这个也是使用 拿到一个HBase Admin这种管理对象 然后你第一件事 你先disable这个表 第二件你delete这个表 对吧 好 那么有这种方式 我们再来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 我们 delete table table 那我们第一件事 是不是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 你穿这个表会连累几个主件 大家都很清楚 对吧 那第一件事 他是不是要给Must连接 Ukip连接 等等 对吧 赶紧放了一场 好 那么拿到这个表 过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Admin. Disable 对吧 Disable TableName 好 Admin. 点 Delete table 对吧 然后呢 Admin. Hello 那么这个创建表 三级表达A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再来试验 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删除一个不存在的表 看它会有什么情况 对吧 我们不要每次执行一个进去的方式 做开发 你肯定很想不到的异常 那我们删除一个不存在的表 我们看看 哎 会有是什么情况 他也没有 也没有报任何一层 对吧 OK 我们把这个表是有 但是 但是我们删除 我们看它报什么一层 哎 他报了一层 对吧 他报什么 我们看 他报这个 表找不到 对吧 那这个显然不是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怎么办 对吧 那想想怎么办 我们删除一个表 他说找不到 报了一层 那么我们程序里面肯定不希望出现这样的一场 对不对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删除之前呢 做一个小小的判断 啊 Table exist Table name 他说我先判断一下这个表 在不在 如果这个表存在的话 那我就 删掉 说我得的话 我就不删除 哎呀 那我们 给它输出一下啊 这个什么 这个Table name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序啊 哎 不要不存在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程序是正常性质量很多了 那同理啊 同理 那么我们这个创建表 那我们也是不是需要增加这样的一堂判断呢 哎 这个呢 由大家来补上去 对吧 那么这个我创建表的判断思路是不是得倒过来 我这个表存在哎 我就不能创建 不存在 我才能创建 对不对 啊 那这个呢 啊 就是我们这个啊 删除表的一些这个流程 那么这个API呢 啊 非常简单啊 呃 唯一要考虑周全的是他的异常处理 那这个呢 在写程序的时候呢 多加 留意啊 多加留意一下 就能达到我们这个效果了 那么这个 表的删除呢 因为它很简单啊 我们介绍到这里 大家呢 可以 试着模仿一下 去写一下 那么我们 哎 把这个 表的增加啊 删除 那么还有表的修改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去看这API 那表修改也很简单 对吧 也很简单 它admin里面有个什么啊 modify 对吧 有这个modify table 就哪个表 很多列组是什么 对吧 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API 来自己写一些 那么我们不写了啊 因为毕竟你我们有程序员啊 那也会 应该去学会看API 使用API 那行 那这些课呢 我们讲到这里 哎 大家客户呢 第一个 哎 你要把这个表删除这个操作 会 第二个 学着试着 去使用API 来修改一个 表啊 来修改一个表 比如说列组 增加一个列组 或者这个列组 名称改改 那都可以 对吧 好 那么课展看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